下面呢这场报告来自我们现场美丽之会的王鲁英女士 她是中心科学研究员 是Startup East中国以色列创新幅画器首席营销官 原凤凰卫视新闻节目制作人 她的发言题目呢也非常吸引人 她的题目是我在马照跑的跑马地 拍了一个灾难纪录片 我先已经预习了两遍题目了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来到浙外 但是我感觉非常有亲切感 因为我本科学的就是外语 我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学的西伯兰语的 然后我毕业之后呢进了新华社 在总社国际部 后来呢是从新华社派到亚太总村社 就是在香港担任这个驻外的编辑和记者 那么后来我又去了香港大学 念了新闻系的研究生 之后呢是进入了凤凰卫视 担任新闻节目的制作人和观察员 所以就是跟香港的缘分也是非常的深 那么今天呢我想首先感谢马老师啊 因为是马老师的引荐然后我才有机会加入到我们这个港澳研究中心 那今天也很高兴在线上线下认识啊 见到这么多的前辈和新朋友 那其实呢一年多前呢我离开了生活了七年的香港 回到杭州其实也是非常的百感交集 一方面呢是有一些不舍 因为我感觉就是是不是就这样我跟香港的缘分就断了 所以呢今天也特别荣幸就是港澳研究中心 给了我一个再次和香港连接的机会 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因为去年的这个暴力事件非常让人揪心 大家都说香港病了然后包括到现在呢也有内地的朋友 当然是出于关心哈就会跟我说哎呀还好你回来了 但是其实这两种说法我是不太认可的就不太喜欢的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这个有点像 呃住在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啊确诊新冠 然后你可能可以说哎呀还好这段时间我不在家 但是呢香港不是邻居它是家人 呃所以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关于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情况啊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 那么呃我想一下抛开外部的因素不说啊 我切身直观感受到的内部原因其实很简单 呃借剧作家廖一梅说过的一句话呃 呃人的一生遇到爱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不了解 而且呢这种不了解我个人的体会啊并不是因为无法了解 而是因为不好奇 因为自以为互相了解 其实呢却是被刻板偏见阻碍了彼此敞开心碎 呃那我想就是作为一个在香港工作学习这么多年的内地人 我很希望呃向大家介绍我所了解的那个香港 呃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的粗浅跟感性啊 那我知道在座的很多前辈呃 呃然后包括刚刚有呃香港的同胞在香港就是生活很多年 那么呃呃有诗篇破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证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港大念新闻系硕士的时候拍摄纪录片的一段经历呃 呃或许可以打脱一些刻板偏见也或许可以让大家重新回忆起香港的那些美好 呃那我是在12年到14年的时候呢在港大念书呃我一直非常想当纪录片导演 所以呢当时申请那个program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奔着他的这个纪录片制作的课程去的 呃因为当时授课的两位老师一位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女性导演 呃一位叫nancy tone她是得过呃金球奖最佳纪录片的提名 还有一位叫ruby young杨紫叶她拍摄的影周的孩子是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所以非常有幸我是成为了他们的学生呃那么开学之后呢 他们的授课模式啊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 因为只有第一节课是传统意义上的呃上课就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 第一节但是第一节课的作业是什么呢 老师就说哎你们设想一下如果你们当导演你们想拍什么 OK你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想然后做方案到第二节课每一个人上来做presentation 然后大家投票投出四部二十多个学生嘛 然后投出四部大家最想拍的纪录片之后呢就是立刻立刻成团 就是大家组织成一个小队的那个小组然后就去拍摄 所以这个模式也是非常的就是开放和创新哈 而且呢就是呃所以在余下的十节课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我们就出去采访拍摄 然后剪辑就是不用去教师上课的那种 那么学期结束以后呢就是这个成片就是变成了一个节课作业 而且这个作业是怎么教的呢 就是学校给我们办了一个供应会 那这个供应会上面会播放我们拍的片子 然后外校的人啊然后包括就是学校其他科系的同学都可以进来观看这样子 那么我就是当时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开放自由和创新的教育模式 啊那么第一节课下课我就开始琢磨那我要拍什么呢 当时呢我是住在铜锣湾的跑马地 呃每个星期呢有两天是香港的赛马日 那边就会非常热闹 我我当时就深刻的感受到这个邓爷爷提出的马赵跑这个概念真的是蛮妙的 就是显然他是非常接地气的了解了香港同胞的生活很亲民又很有代表性 那么我就在网上随便搜啊就是跑马地啊 呃这个赛马的这个历史相关的关键词 然后我突然发现一百年前啊在这个叫做Happy Valley 就是快乐谷的这个马场发生过一场香港历史上至今为止最严重的大火 死难者超过六百多人 那么查阅了一些资料以后呢 我就马上确定我要还原这个历史事件 那比较幸运的是呢 就是我的提案获得了同学们的认可 然后我就组成了一个四个人的拍摄小组 开始了两个多月的制作 那么制作初期呢就遇到了困难 什么困难呢 就是这是一个一百多年前的这个事情 那我要去哪找人呢 我去了博物馆 然后刚好就是赛马会 就是香港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记录也是非常的完善 所以就是赛马会里面有一个赛马会博物馆啊 那么我在那边蹲守了大概一个多星期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我在门口看到了一张海报 上面写的是过几天在这边马上要办一个 类似于跑马地的前世今生的这样一个分享会 分享者呢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前馆长丁星鲍先生 那我就觉得非常激动 这个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但是我又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字叫VIP only 但是我不是VIP OK但那天我还是去了 我就VIP们坐在里面 我坐在门外 然后直到就是演讲结束了以后呢 我就偷偷溜进去 然后我走到这个丁馆长旁边 然后鼓起勇气用我非常跌脚的这个粤语啊 跟丁馆长就是说明来意 然后其实当下他没有什么回应 他就给了我一张名片 然而呢这个名片上面只有邮箱没有电话号码 OK那我就回去以后呢 我就不断地给他写邮件 我大概写了五封邮件 就是前几个他都没有回 就不管我怎么样的言辞恳切 OK到第五封的时候 他终于约我在铜锣湾那个咖啡馆见面 然后那天呢他跟我聊了很多 然后非常也是有些出乎意料啊 他答应了我的拍摄请求 更重要的是呢 我一直记得他对我说的一句话 他说几乎没有内地学生关心香港的历史 香港的学生也是一样 说你们很难得 如果需要的话 采访的时候我可以讲普通话 然后所以就是真的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他的确是全程讲普通话的 那我想就是正是因为我们对彼此的这个好奇和尊重 才打开了沟通和了解的这个渠道 那然后除了丁管厂之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采访对象 也是非常神奇的找到的 就是那时候我看了大量的这个 关于这段历史的资料嘛 发现后来就是其实有人 是为这个六百多个遇难者建造了做墓碑的 而且就是在淘马地附近 那么我就按照地图啊 然后我去马场旁边一个杂草丛生的 因为香港绿化做得非常好 刚才嘉宾也有聊到 就真的就是很小的这个 就是杂草丛生这个小山丘 然后我们一点一点往上爬 就真的就中间都没有寒 就是没有人迹 然后快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在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墓碑 那那个地方的确是有墓碑 然后比较恐怖的事情是 就我们去的那天刚好是清明节的第二天 在墓碑的前面我们发现了两根点着的蜡烛 然后但是呢就是这个蜡烛也很神奇 这是一个关键的线索 因为就说明有人去嘛 我们就在这蜡烛的下面 发现了一张祈福卡片 上面的落款是东华三院 那东华三院的话呢 是香港最早的慈善机构 而且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华人 帮助华人的机构 那在当时的灾难里面呢 他们做了很多就是遇难者的救援啊 炼葬的工作 那而且就是直到今天 还有志愿者来祭奠这些适者 也就是卡片的这个来源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条线索 找到了这块墓碑的设计者的孙子 是现在是一位就是 现在已经六十多岁的何老先生 然后他本人退休以后呢 也一直在东华三院当志愿者 然后后来他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啊 然后到了就是拍完以后 供应那天他也来到我们现场 片子报完以后呢 我看到他热泪盈眶 那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想起自己的爷爷 还是感叹片子里的灾难 还是跟我一样体会到完成这个小作品的成就感 那唯一让我可以清楚感受到的是 与何老啊丁馆长啊 这两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前辈交流的时候 我们对彼此的好奇和尊重 就是我们对彼此的好奇和尊重 以及最后的这个产生了最后的这个了解和接纳 那么虽然这个只是开设 我拍摄纪录片的一小部分经历啊 但是就是要把我对香港的感受浓缩在12分钟的这个时间里面的话呢 也许它可以成为一个缩影 那么因为从这段经历里面呢 他关乎教育 关乎创作 关乎了解 我体会到电影《甜蜜蜜》里面 张曼玉对黎明说的那句话 顶嘎你的力道还香港了一个 这里是香港 有什么不可能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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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